人服务市民 630 甘当月老 缘分或许会迟到 但爱情终会来敲门 今天的征婚嘉宾是家住将近71岁的李女士 虽然已经71岁了 但李女士健康 爱美 家里干净又卫生 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养老金 条件很不错 快来关注一下吧 没有没有没有 李老师我们是免费的 这个是诚信承诺书 签证了签名的这个 你看一下那个内容 我姓的我叫李财桑 我今年是71岁 我是那个共小学退休的 工资有3000多元 我的那个衣包 全部是叫曼娜的 二档最高档 所以生了病了过后 没得那个幼累的 没得后不支援嘛 还有啊 我有高是一米五岁 铁重还有百里五斤 没得前的一号 都是说不打牌嘛 我们不接着打牌 不打麻将 还有不得来评价路 一来一里的 从教育节目我不跳 李泽书今年71岁 李懿 家住江津奎兴楼附近 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家 孙女今年都已经上高中 早年下岗后 李女士又做了十年的服装生意 所以穿衣品味还是很时尚 而且李女士也特别注重养生 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很好 是平时有什么保养的好方法吗 给大家分享 保养嘛 就谈生活嘛 调理嘛 早上啊 熏豆浆啊 反正蛋啊 反正馒头 好久了 换句话要吃 早上前都是拿那个 破壁街 打的黄豆 打的黑豆 打的枸杰 打的那个豆浆 对 对人打那个都是做土鸡蛋 我买好鸡蛋 今儿中午 都买的这个 烧水买的这个蛋液 买的烧个腾腾菜 这个 这个菌啊 菌烧个蛋嘛 还烧个南瓜 李女士爱美 房子是两年前重新装修过的 屋子里干净明亮 摆放了很多精心挑选的装饰品 衣柜里的衣裳 大都颜色鲜亮 都是李女士喜欢的风格 你喜欢这个颜色比较 鲜艳一点的 因为人给老了 从黑的身上都给人老了 鲜艳一点的 这个花是 因为大学家的健康才最重要 我的花不是说的花 是薄 薄条花 她对身体啊 没影响的 头眼睛还有精彩心 大家的看法刚刚精彩 精彩睡啊 反正所有人都是这个沙特舞 刚刚开场自我介绍时 李女士说 她从来不去跳交易舞 最多去跳下广场舞 对于交易舞 李女士有什么看法吗 大多数人男性的话 都不喜欢跟你老婆 就跟老婆 先是一些抱头跳 我都不去跳 不是不走 不是先是舞都不跳 我只上街来看一看 跳交易舞当然也是一种爱 李女士会比较在意 另一半的感受 怕对方会介意 除了出门逛街 买买喜欢的衣服 在家里的时候 李女士还喜欢 自娱自乐 李女士说 她家地理位置非常好 无论买菜还是交通都很方便 另外她平时也经常和闺蜜 一起去重庆玩 将来如果找到老伴 在江京生活 或者来重庆组成生活 她都可以接受 总结一下本期嘉宾信息 李泽书71岁 李毅 家住江金 独居 退休金每月3600元 身高1米54 体重105斤 爱美爱干净 注重养生 她的择偶标准是 年龄70岁至82岁 月收入4000元以上 人品好 没有恶习 周末盘点 本周有两位80后的男嘉宾 年龄也在40岁上下 可一直单身至今 没能找到自己的伴侣 其中一位是因为早年家中变故 经济压力一度比较大 另一位可能是差了点运气 不过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我们希望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 大家好 我叫张光颜 是住在九龙坡西埔 今年41岁 未婚 身高1米7 体重132斤 是住数控机家的工作 收入在4500到7000元之间 张光颜家住九龙坡西鹏镇紫淮村 在西鹏工业园区做数控加工工作 早年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他一直没能成家 这些年 张先生一直在努力工作 生活也比较节俭 现在已经攒下了一些钱 他说 等找到了你朋友 就可以考虑在老家周边买套房子 我现在的想法是买房子 可以继续持有 都是看 他对房子的想法也在做规划 是这样的 所以可以在城里面买一个商品 像在将近和西部附近 城里面还要有点点 我以前那时候 我们朋友同事之间都是单身当中的 还有偶尔出去 现在比较都请假下来 觉得很尴尬 说起都不好遇 感觉还是想找个另外一班 觉得你自己好好地 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吧 张先生爱好不多 大部分空闲时间待在家里 做点家务 或者学习一下专业方面的知识 做机电加工之前 还做过几年兽医 所以也很喜欢小动物 我自己比较失诚 比较踏实一点 没人啥都不得了 配到我去的 我也不打牌 我也不喝酒 也不喜欢工业一点 张先生希望借助这次登上 630爱情来敲门的机会 弥补自己的遗憾 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 怀着同样想法的 还有另一位80后小伙 李前韦 李前韦37岁 家住巴南李家图 他在渔中区的一家国企 从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在感情这件事上 他似乎总是差了几分运气 之前也朋友介绍过 然后还有单位女同事 也去表白狗 但是可能白狗不是 喜欢我的女性 会说白狗 有没有成 没有这个 就相对于 还没有整理把 今天太年纪了 没有 真的没有 因为长期单身 李前韦越来越窄 一个人看球赛 一个人玩游戏 成为了他的生活常态 眼看即将奔四 在脱单这件事上 李前韦比富贵的 还希望通过630爱情来敲门 找到理想的伴侣 让未来的生活不再孤独 我比较喜欢女友 我比较喜欢看球赛 我是礼物铺的东西球迷 就是人家 然后我比较玩游戏的 就是人家 有点宰 有点宰 一个人是 其实女友这个东西 我一个人都出去旅游 但是这种独行下的 长期都觉得好像 还是缺少 每个班 还是缺少点啥子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李前韦的择偶标准 比较清晰 他希望对方 能和自己同频共振 兴趣爱好相似 因为有共同语言的婚恋关系 才会更加长久 因为我这个年龄 肯定是比较少 比较少 因为大家都不能和我死了 十岁以内都可以 然后性格比较稳定的 稍微偏领向的那种 还有就是礼仪的那种 就没有玩的那种也可以 单身时间久了 可能会形成一种惯性 习惯独来独往 也缺少了一点 追求爱情的勇气和动力 希望这次登上 630爱情来敲门 能让两位嘉宾 重燃激情 收获好运 来630征婚的嘉宾中 有离异的 有丧偶的 但最近两周 我们采访了多位 一直单身未婚的嘉宾 有的属于母胎单身 有的属于大龄未婚 他们对于爱情的渴望 格外的强烈 接下来就回顾一下 两位大龄未婚青年 回顾最近 630爱情来敲门的嘉宾 我们发现 有很多大龄未婚青年 前来征婚 其中有的是 恋爱都没有谈过 堪称母胎单身 有的虽然谈过恋爱 但可惜没有修成正果 人到中年 也一直没有完成 自己的人生大事 对于这类嘉宾 我们得格外关注下 毕竟人家脱单心切呀 大家好 我叫刘云 今天32岁 家属台云府附近 希望大家关注我一下 因为自己比较内向 反正找了几个 反正都被嫌弃了 可是没成功 也可以说没成功 你们有足够大的流量 足够大的资产 我觉得陆桑林还是值得 我们重新人民的训练 刘洋今年32岁 大专学历 学的是电力专业 目前在长寿区的一家热电厂工作 上次休市 月收入9000元左右 刘洋的微信名称叫 嘴角上翘 这个微信名的背后 有一段故事 刘洋是早产儿 出生时只有三斤多种 上中学后 刘洋发现 自己上嘴唇的右侧 有点微微上翘 这个小缺陷 确实给刘洋造成一些困扰 在和异性交往时 刘洋常常因外貌吃亏 眼看已经过了儿历之年 一直没谈过一段 正儿八经的恋爱 刘洋告诉记者 他有一辆代步车 上班时住在单身宿舍里 休息时才会回到九龙坡的家中 这套七十多平米的两居室 是刘洋名下的房产 每个月的房贷 基本能被他的公积金覆盖 刘洋的业余爱好 也相当符合他理工男的身份 打打游戏 炒炒股 关注金融和科技领域 最前沿的信心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他希望对方能有一份工作 至于外在条件 他不做过多要求 除了刘洋 最近还有一位大龄嘉宾 程世斌 他也对脱单这件事 怀有迫切的心情 他关注630爱情来敲门 已经很长时间 最近也是国籍勇气报了名 大家好 我叫程世斌 今年下半年五十 至今未婚 请大家多关注 年轻的时候 因为是家庭条件疲了 本来我们都是农村的 现在只能说家庭条件好的人 好房子买得正商的 带笔山正商的 程大哥是币山七堂人 目前在白石屹一家妻配厂工作 至今未婚 上一次谈恋爱 还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是630的忠实观众 爱情来敲门 几乎一期不辣的收看 程大哥表示 他对前段时间上过节目的女嘉宾 隐书烈有好感 在记者的牵线下 程大哥和银女士现场通话 不过结果却不尽人意 或许是因为银女士保养得不错 程大哥压根没注意到 这位姐姐其实比她大了15岁 最多大得到你 你那个都可以 你玩时钟比你玩大点 你要不得 我都是跟你说 十大十岁 没有注意看点的 都是 结果一看到 六十十岁 六十十岁 现数太大了 现如今 程大哥月收入 在4500到5000元 也买了房子 可自己的年龄 一晃已经到了49岁 说不着急那是假的 程大哥希望 节目播出后 能得到屏幕前 单身女士的关注 自己也早日找到 一位相如一墨 陪伴到老的伴侣 老板的话 还是要孝顺的 毕竟还有个老的 好来的 反正吃假的 不多的都行 我反正一路不到牌 都是一个人一个差 像刘洋那样 三十而立却决然一身 面对 人忐忑不安 而向程世斌 历尽千番 归来仍是孤独一人 这种滋味也不好受 我们尽可能全面地 把两位嘉宾的面貌 呈现给观众 希望条件合适的朋友 尝试着去了解一下他们 新闻服务市民630干当月老 欢迎收看婚恋服务板块 爱情来敲门 今天的中婚嘉宾是66岁的 庞永秀女士 庞女士在歌乐山上 租了一间房独居 房前屋后有山有水 而且庞女士每月 有4000多元的退休金 租这套房子每月才200多元 没有经济压力 心情格外舒畅 这个桌子上这放什么汤呀 拿什么泡的 养生的赤粒 赤粒和勾结枣子 我这个房子才200多 我成家屁的房子租成1300 生活费都够了 庞永秀今年66岁 黎毅是水厂的退休职工 每个月有4500元左右的退休金 他在歌乐山上的天池边 租了一间房 每个月租金200多元 他已经在这住了四五年了 生活别提有多么开心了 这是你种的南瓜 这不还有一个了吗 这个是买的 我才去摘回来的 摘回来的 有山有水安逸 很舒服 我喜欢 等于说来点有平洋 等于说有啥子 车子又开得进来 外的风景好好嘛 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孤单吗 不啊 漏日得很 上天吃 这是上天吃 夏天吃还有跳舞的 跳爸爸舞的 庞女士有一个女儿 孙子也大了 所以没有什么牵挂 觉得山上空气好 就搬了上来 屋子后面还有几块田 她种了一些蔬菜瓜果 凉快的时候就去打理一下 劳逸结合 健康又充实 原来在参加工作的时候 那种年轻时 要走角落山来疗养 还要三年平洋 麻烦才来得到 但是那种我都不觉得 好像角落山是 很遥远的地方那种 这是我家的红色 种的青椒什么 那的蝎子 本来还有番茄 番茄都干了死了 我都种的那三块 这一块两块 那下面有一块 我就在种地 是随意锻炼 味道 种地 看到那些荷苗 那些心情很愉快 房前屋后山水相宜 有瓜有豆 唐女士的退休生活 相当惬意 不过这样的山水田园之乐 如果能有一个人 一起来分享 那就更完美了 还是年轻夫妻嘛 老了是个白人 你有哪个吃了五股不生病嘛 生存害病嘛 有个关照是 是不是嘛 那你觉得你后面 如果找到老伴了 你们俩一起 还在山上住吗 还是去这个 山下城里面住 看情况是 如果是不愿意在那里坐 要在下面去坐 也可以随便 你心里面的想法的 我哪里都可以喝出芳草 歌剧打开了 庞女士觉得俗话说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以及娶妻娶妻 吃饭穿衣 她都不认可 在她的爱情观里 两个人要相互尊重 相互扶持 不能完全依赖对方 也不能斤斤计较 喜欢艳丽的颜色 等于说人的性格 都要开朗些 你看嘛 喜欢那种 很老气的颜色 那种人 他性格都要低沉些 我现在 我的身高 是因为落役 我找个 反正比我高点的嘛 这是一个 工资 我的工资四千多 四千五能的样子嘛 反正对方 等于说随便她 我也不要求她 只要性格获得来 年龄呢 年龄 我现在六十六 等于说她最低 七十岁嘛 最高七十五岁嘛 来总结一下 本期嘉宾的信息 庞永秀 电话是173-2388-3850 微信同号 66岁 离异 退休金每个月四千五百元 在陈嘉平有一套住房 目前租住在哥乐山上 她的择偶标准是 年龄70到75岁 身高一米六以上 有一定经济基础 性格开朗 未经济 未经济 世纪